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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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鷹沙田开来日 真是旺冰又旺材 超过四万人入场 是疫情之后的开来日分高 是的,虽然偶尔都有下大雨 但也无助大家对赛马运动的热情 加上马场有多东西玩 连他都说要再来 MIRROR成员Edan担任今年开罗日的表演嘉宾 一群爵士一早罢定好位等偶像现身 Edan表示 今次是自己第一次赢马场 玩得非常开心 希望将来可以带到家人来玩 来到马场有很多东西玩 不是单单看赛马这么简单 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打卡位置 不同的游戏 整个体验 我觉得会来好像 有一种放假的感觉 所以如果有机会 我也希望跟朋友或家人 再来玩一下 9月9日晚上 浪漫勇士马主刘柏辉先生 举行宴会 和大家一起庆祝 外区所获得的多项荣悦 不少马圈中人也有出席 演场还有几位歌手演出 包括人气爆灯的张敬軒 而刘山也和斜远远合唱 足够的气氛 未来浪漫勇士将会以年底香港杯 为目标 马迷想一度马王风菜的话 最快应该要等到他 到11月的马会杯 英国跳水王子带你来香港 原来他是和编剧丈夫 Dustin Lansblack 和可扎瑶 一起出席 香港国际慈善论坛 而Vincent就在论坛上 分享作为 骑士的工作点滴 三人难得同台 当然要拍一张合照留念 见习骑士王宝妮 在开乐日初试提升 全日只是其一匹 由师傅赫然训练的专家 结果顺利跑第三名 很多马迷为他欢呼 绝对人气高企 相信不少的粉丝 都很深了解他多些 超美女的 见习骑士王宝妮 虽然未开始在泡马地上阵 不过这一晚 她为Happy Wednesday Live 打头阵 成为今季第一位嘉宾 还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喜好 宝妮粉末一定要抹下 小时候我喜欢玩运动 我又喜欢毒蜜 经常都在想 可否有些东西是这两个人在一起 有一天考完试 你知道考完试没工作 然后我妈跟我说 听到收音机 说马会收拾 然后我就试试 谁知道原来是收音机 成功了 中学的时候被人叫小菇 因为我小时候都菇头 我绝对是一个狗狗人 很向往 可以抱着一个宠物睡觉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这些猫是不理人 目标都是继续进步 我觉得只是成绩数字 我觉得只要自己给每只马 他们所有的机会 我就觉得是可以了 至于上一任马圈 女神嘉琪BB连环出铺 分享和老公的蜜月之旅 靓相靓片 无论是去内蒙古或摩洛哥 都要骑马 果然有一个骑士云 今个星期的越洋赛事 起码非常精彩 事关爱尔兰 当地会举行多场一级赛 别忘了 还有澳洲的大花錦标赛马日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